歡迎回到星期二頻道的台灣提要 因為上一集在15號的時候 有網友說我做得不錯 現在繼續做下去 為什麼16號會沒有呢 因為我還在考試 考完可以跟大家講講台灣提要和趣聞 台灣有一個民眾投訴 在超級市場買了一包粉末狀的薯片 因為他最近在爆料第二公社說 他下班的時候看到超級市場買一送一包餅乾 就是其實是薯片 餅乾就是薯片 順手買了兩包回家 一打開就 然後就抹大嘴巴 為什麼這樣呢 發現其中一包薯片 變成中藥粉 碎了 粉末 他覺得 哪個無聊人在這裡按碎一包東西呢 鐵文一出之後 網友就笑到牙都掉了 你這包東西要沖水喝的喔 然後有人就說 你為什麼買一包魚糧回來 這樣 然後就有其他民眾說 買一包肉鬆回來 那樣 那樣 就插一瓶飲館去喝 一邊喝一邊看電視 厲害 也有網友表示 其實現在的包裝 都其實是漲漲漲漲的 沒有辦法是 要弄碎它 弄到變粉是不容易的 因為整個包裝都是充滿淡氣的 沒有什麼可能的 可能有些無聊人 就躲在旁邊 在角落按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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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無聊人那麼無聊 好 看第二單 在桃園機場做這個 機場警察的 一個同學仔 警察大學的同學仔 去考研究生綁手 好厲害喔 先拍手相 因為他要幫補習社寫推字文 因為他寫推字文的時候 太誠實 當自己Facebook這樣寫 說出他在航空警察局7年以來 從來沒有接受任何報案 又沒有開任何罰單 即是很他條的做身水小偷 基本上每天都在過退休的生活 幾乎每兩個月都出去外國玩 根本就跟社會和境界脫節 雖然這個姓陳的警員火速刪了整篇推字文 但是早已有台灣的高登仔 就結束了一圖 跟航空局舉報 舉報 搞到這個姓陳的同學 陳警員要寫一下 要寫這個道歉 澄清信 希望可以改過自身 不過警政署 即是台灣的警務署 就覺得很麻煩 你7年都是這樣 不行 你太誠實了 搞到名字很臭 然後發現原來他這6年的考評 即是警察裡面會有個 每一年都會有一些考核 覺得他不行 這6年都是這樣 原來 就隔扯 不是鄧東姑 是隔扯 撤銷警察大學研究生的入學資格 搞到他上司都要被人追究行政責任 消息傳開之後 他的同事就震驚不易 就說陳警員平時都吊兒浪當 工作方面不太突出 不過跟同事相處方面都不錯 誰知搞出這樣的大頭髮出來 還要在網上寫下這篇 那麼不似的炫耀文 即是炫耀 即是浪命文 搞到下場那麼嚴重 連份工都默 搞到上司又要被人調職 真是得不常失 現在這張又是說 現在搞居留證 因為很多人現在居家 即是不可以出街 三級防疫警戒 沒有公開 一個拿孫中山掛紗都沒有 不是蔣介石 拿孫中山掛紗都沒有 所以很多人都走去做外送 搞到負責 批簽法 批簽法 批簽這個 梁文證的警察 越來越多人 開始多人 不過他們不是犯法 他們是申請居留證 不是 申請這個梁文證 OK 居留證是在移民署搞的 我又是有去過這個梁文證 即是拿過這個梁文證 因為我又是有做外送 這樣 就是有台中的網 有民眾爆料 疫情關係 很多人走去做外送 搞到現在 梁文證申請 數量大爆發 他就說 他在15號的時候 去台中市的警察 拿梁文證的時候 發現現場有60個人 在等著拿證 質疑有這個群聚的風險 即是大家迫在一起 不知道哪個梁文證 最後又怕一鍋屬 這樣 發現原來不止台中 全台灣每個縣市 都有很多人申請梁文證 大多數都是轉職 即是轉職去做這個 UberEat 就做這個外送員 台中 現在已經有超過900多宗的 申請梁文證 平時三至四倍 三倍和四倍 大家一起吃飯吃 到時候可能增多足少 你點完餐 很多人搶單 然後大家又打架 好 看看這個在台灣的外國新聞 這個學者 在大陸微博下的影片 就說三個月打爛台灣 這樣 中共對台民工武嚇 不斷武統台灣 解放台灣同胞 這些句子 經常見 我們經常都在台灣 雖然不太明顯 不過我們都知道這句話 經常出現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這個反美學者李毅 他之前在台灣被人趕回中國 說他居留的目的不一 在一個飯局裏 講一個驚人的句子 搞到世外界熱議 大家又拿出來講 他拍的那條影片 就在微博和Twitter的平台做流傳 5月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打核戰 武統台灣 開打一日日即 將兩岸和平統一 將兩岸統一協定送到台灣 逼台灣投降和 就是這樣 又說這些 打低台灣 武統台灣 然後 現在就寫些飛機過來走兩圈 就說 打爛台灣 重建台灣 是輕鬆小菜一碟 大陸經濟和重建能力 非常之強得狠 他是這樣說的 大家 我最近看到一些 本人 我講小評論 本人看到一些 劃強筆的畫面 強得狠 真的 重建強得狠 吃樹皮那種強 哦 不講了 這些外國新聞 再講一些外國的消息 在台灣的愛中國的愛國同心會會長周興俊 昨天領了武漢肺炎香了 只有77歲 這個阿叔厲害了 這個阿叔 我又不跟古讀 這個阿叔 當年 在西門町 曾經 恐嚇過本人 我那時候 去了一個連儂場 去觀賞 然後這個阿叔 又過來罵人 哎呀 你們這些反中亂港 然後就過來罵人 推人 這個阿叔 當然現在拉齊了 他又說昨天 較早前 一個周先生 一個周阿叔 因為缺氧昏迷 送眼搶救不治 不知了 希望這個周先生 會長下次 不要那麼不小心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畫面 圈圈的 左邊那個阿閃 這個阿閃 我忘記是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 這個稿沒有打到 這個阿閃 也確診了武漢肺炎 這個阿閃 跟這個愛國同心會 有關的 也是一個大陸 結婚來台灣的一個女人 來的 今天如此輕鬆的台灣提要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 喜歡和喜歡 我已經用不同的語言 已經要 說錯一些字 如果大家喜歡和喜歡 我的影片 也可以繼續支持 星期二頻道 畫面中間應該會 送一個 page 或者 一個聯絡 方法出來 如果有什麼意見 可以上去 查詢 詢問 雜碼 今集的星期二頻道 台灣提要 到這裡為止 拜拜